你們很那個 為什麼 我要排他後面 弄這種照片 然後我要排你後面 酷溜溜 老師你來評評你 你們都很好看 髮型真的很重要 這是從2004年一直到現在 既然老師在 老師你來評評你 都是我弄的嗎 不是 有一個 是 真的 髮型真的很重要 可是為什麼有一張黑道 感覺都是不同的人 真的是不同人 是很黑 我好想知道這個 哪一個 這個 這個中間一坨然後還壓下去 那個插一條頭髮就很像那個 這個還滿好看的 這個還滿好看的 這個好好笑 而且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為什麼要做這個造型 而且根據新美姐的言格 你應該是不會讓我們 在你頭的正中間 弄一坨東西在那裡 我覺得那個有主題 應該是 有 有 歌仔戲 還是什麼 歌仔戲 什麼歌仔戲大考驗 你看吧 好 歌仔戲沒人弄成這樣 還有我覺得髮型還有妝 妝也很重要 妝很重要 而且我那時候鼻子還沒弄 妝很重要 這個就開始吳憶玲老師剪的 這是我剪的 我把它剪很短 第一次剪 剪那麼短 這張很像 這張有點像可莉 苗可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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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上面那張 看起來就是夾髮 新美姐 妳自己頭上也有別白花 對啊 有一年很流行 頭上都是花 可是妳一直擺白花 對 然後我爸看了那一集 他就跟我講 妳不要再帶白花 雖然我知道現在很流行 我說為什麼 他說 為什麼頭上要帶白花 妳可以帶紅花 綠花 我可以帶白花 這個就全身造型 這真的 因為 好 我必須講 因為我那個時候很熱愛衝浪 跟陪我爸爸打高爾夫球 打高爾夫球跟衝浪一樣 我們只要一出去 最少都是四個小時起跳 就是也沒有辦法補防曬 也沒有辦法頂多喝水 所以會曬很黑 所以曬很黑 所以就是變這樣 真的很黑 真的很黑 健康美的 而且我一年四季 我都是穿無袖 我很少穿有袖子 因為我跟子芊一樣很怕熱 然後那個時候我都幾乎不穿 就是有這種 一點點袖子的還可以 幾乎不穿像這樣的袖子 下雪都穿背心了 對 我下雪都穿背心 真的 他已經借給我 他一件非常貴的羽絨衣 我已經冷到不行 他還穿背心在那邊吃早餐 下雪 因為他們室內有開始暖氣 但是我必須要把窗戶打開 要不然我會覺得好熱 可是我們很冷 但他們很冷 就這樣 對 所以你看 還有膚色很重要 髮型很重要 造型真的很重要 這也是 這上面中間那一張也很好笑 這個 對 而且這什麼衣服 這什麼衣服 然後這裡還有毛 而且還有絲襪 這一集我好像有印象 這好久以前 這好像是國標舞之類的 還是什麼 真的嗎 對 而且我 你有沒有注意看 我幾乎好像都是睡衣 睡衣 都是 那是什麼鬼 為什麼這個要配那個襪子 對啊 好淒慘 而且為什麼頭上一堆米粉 就QQ的一堆米粉這樣子 為什麼 你有一陣子的造型都是這樣 後面是牛肉老師還是凱文老師 這一張 看不太出來 好像都不是 這個看不出來 是...